OK,莫妮卡教我讲讲摄影 那么实际上大家一起学习 那么我觉得摄影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把它归纳为四类 第一是构图 第二呢,你要找到好的光 第三呢,你光线好了以后要好好地用好这个光 那是相机里面的控制 最后一个就是后期的一些处理 后期处理我们不讲 我们今天主要讲构图 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讲如何找好的光 然后怎么样好好地用好这个光 然后呢 再讲一些怎么样就抢镜头 土桌就是说很动态情况下面的很真实的这样的镜头 OK 好,第一个原则是三分之一的原则 有时候我们叫它黄金分割啦 或者Fibonacci Ratio啦 这个是用的最多的 就是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放在镇当中的 好,这张图的话非常有意思 你看人的话也基本上在三分之一那个地方 然后里面呢有一些小山峰啊 你去看很多的点上面位置上面也是在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上面的 因此呢你不经意当中 你没有看出什么来 你觉得这张图好 但是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分析一下的话 仔细看一些东西的话 因为它的布局 好,这个是讲到画面里面里面的线条 那么线条我们用的很多 我用海岸线啦 有桥啦 有路啦 有一排树啦 很多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用的好的话非常的漂亮 好 就是对角线的话呢 有时候运动啊 如果有这些线条的话呢 它给你一个虚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真的想在动 我就动得很快 好 这张图很有意思 有窗户,地上有投影,然后一个圆门 你知道这些框框的话 是很有意思的,如果用的好的话非常的爱popping 好 这个的话它强调的就是说 对比的关系尽量 把这个底色的话 浅一点 浅一点,然后 你要 照的这个对象的话 让它的颜色深一点,这样的能够爱popping 好 那一般的话我们照相的话,哪怕是我们有很好的长焦 我们都是尽量靠的越近越好 我们都是尽量靠的越近越好 就是用标准镜头 为什么呢你越是靠的近的话 细节的话就越是的清楚 但是呢你如果说相机不太好或者是手机的话呢你靠的太近的话会是真的 脸的话会变形 这一点要当心,但是总原则 就是靠的越近越好 就是靠的越近越好 哪怕你有长焦 有room 尽量靠近 就是最最脸上面最最凸出的就是眼睛 我们下期再见 好,这样呢他讲到Pattern,很有意思,有很多全部是一样的,突然之间有个东西不一样 这是非常有意思,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少 好,最后他讲到对称,那对称一般是用的不太多,因为构图的话一般情况下对称的通常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因此的话这张对称的构图的话,它特别是那个脚踏车,然后的话两个手,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张图也很好看,因此他把对称放在最后 好,Steven McCurry呢,他是一个法国的摄影师,非常的有名,出很多的相机 那么最后你已经听到了,他说我们有Rules,但是的话呢 根据场合的话,我们有时候呢,就把这些Rules是可以破掉的,但是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 你破这些Rules的理由,因为你Rules在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我破了Rules,那你这张照片的话你肯定是 你这张照片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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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张照片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讲 怎么样 动态的 就是抓镜头 还有一个呢,讲一下就是用光 找光和用光 Ok Thank you,我是周光荣,网名叫荣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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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